大家好,欢迎收看小雨讲电影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部足球运动电影 该片讲述了落魄球星尤里 在经历设施点球的打击后 被迫离开绿营场 在朋友的劝说下来到边远小镇 直叫一只废柴球队 而后经历重重磨难 最终带领球队走向世界级赛时的故事 影片的开头便是激烈球赛 由于犯规尤里拿到了点球的机会 狂热的球迷为他呐喊着 球却被对方门将拦下 一时间球场失控 球迷冲到了赛场乱骂着尤里 情绪失控的尤里打了球迷 而后离开了赛场 而后球队禁赛了尤里 连一场告别赛也没有给他 一席之间尤里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落差 就在尤里迷茫之际 有人请他去流星队担任教练 这是一只不被所有人看好的球队 就连队员们也自暴自弃 在球队尤里陷后了球队护理师 瓦雅 当尤里决定培养这只队伍创造奇迹时 队员们却故意给他制造着麻烦 一场训练结束时 尤里告诉队员 希望他们付出努力 进入超级联赛 队员却说他们的努力毫无意义 工资和奖金不会有任何变化 他们年纪大了 很多人健康也有问题 还有了家庭 这是他们球队的最后一个赛季 他们不想努力了 他们认为尤里来球队只是为了打发回到赛场前的时间 尤里不管他们 他们也不会再制造麻烦 而尤里面对的麻烦远不止这些 还有各种黑幕队员赌自己比赛的球 领导也不是想要球队夺冠 也只是把球队当作牟利的工具 而在尤里的悉心指导下 队员们渐渐恢复了信心 拿到一场又一场的胜利 得到了球迷们的肯定 尤里也收获了他的爱情 当流星队踏上超级联赛赛场的那一刻 狂热的球迷呐喊着 这不只是球队的荣耀 也是尤里的荣耀 一种另类的一样的荣耀 流星队拿下决赛的胜利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想观看更多精彩内容 请关注我们哟 我们下期再见